今天是冬至 在北方人都喜欢吃饺子 今天我去买点肉 然后去买点鸡蛋 好长时间没有买了 看今天这个猪肉价格是怎么样 大家跟我一起去看看吧 早晨原本想买点的 结果人太多了 然后我心想去那个店里面看看 店里面的肉还比较好的 这外面肉也得15块多一斤 这净钱有15块9 今天搞活动是便宜不少 这人专门在这看着呢 代表的外接12块9 那前面一个那边 那边五花肉最便宜11块9 今天搞活动 这种是11块9 买一点 那种真便宜 这种比较好 今天搞活动是11块9 那边的那边好 前一段时间这个猪肉还是比较便宜 一般要10块多一点 最近有一个月了吧 这个猪肉每天几乎都在涨 现在这个好的话就是14块多一斤 到15块一斤 买了回来了 这是买了一些鸡蛋 然后买了小油菜 然后还买了一些肉 现在这个鸡蛋我看看哈 现在多少钱一斤 几乎家里面鸡蛋吃的比较多 然后我隔两天就会买一次 前一段时间是5块4毛多 看今天这个价格是多少哈 冬至这一天鸡蛋是便宜了 现在这个鸡蛋是5块1一斤 我买了一些花了8块8毛钱 这鸡蛋现在还是比较大 今年这个鸡蛋 反正我这次买的 你看个都比较大 有时候还能买到两个黄的 今年鸡蛋价格总体来说 还是比较平稳 前段时间最高的时候 我们6块多一斤 现在基本上都是5块多 5块1 5块4 5块6那一片的 看这个鸡蛋个都特别大 我们家吃鸡蛋比较多 每天早晨必须一个人一个鸡蛋 然后炒菜干什么的再放 买这一次鸡估计也有吃两天的 看这个猪肉 现在这个排骨的话 像这种井排的话也不便宜 一斤差不多24 25的 像大腿骨的话也就十几块钱一斤 肉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卖的最高 有的时候都卖26 27一斤 过年的时候还贵一些 下降最低的时候十来块钱一斤 现在最高的时候也就15多块钱一斤吧 还是比较便宜